好,我想這邊先由我來針對我們彰化廠火災事件的一個後續因應說明 以及最重要的想要跟大家報告公司針對這個事情的一個態度 有關本公司彰化廠於112年4月25日上午6時許發生了火災 很不幸有15名員工受傷以及有7人死亡 公司已經啟動了緊急救難機制 將善盡企業責任全力給予傷亡者以及家屬最大的照護及支持 本企事故起火原因目前已經由相關單位調查中 本公司會全力配合 彰化廠目前已經暫時停工 生產營運的相關作業事務也已經啟動了其他兩個廠來做支援 我們會盡速的能夠看來恢復正常的營運 該廠年度營收約佔公司整體18% 後續會是調查結果以及必要檢查程序 另行擇期來做復工 所發生的損失將由本公司投保的商業火險以及營運中斷險來做營運 本公司成盟各界的關懷與指教 我們深切檢討 並且已經立即啟動員工關懷機制 即刻要求本公司所有單位各廠區檢視作業環境 強化所有相關標準作業流程要貫徹執行 以及員工的安全教育訓練 以確保員工的安全工作環境 好 以上 謝謝發言的說明 請問現場媒體有需要提問嗎 如果需要提問的話 好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目前停工的這個聯華食品的彰化廠 剛剛公司方面是說佔全年營收18% 那麼現在停工還有火災的損失 公司是說有火險還有營運停止險可以cover 只不過是不是能夠全額的支付到底金額有多少 恐怕還要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也會持續帶你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